俄罗斯卫星网8月23日报道 这次中船工业所准备的几种出口型号显然也是有备而来 一共产出的三种型号的作战舰艇几乎都是俄罗斯目前最为需要的类型 这也是为何俄罗斯军方许多人员平停驻足参观的原因 中船工业所展出的分别是一种出口型远气攻击舰054A型护卫舰的出口型号054A1 以及一种未知型号的近海高速巡逻艇 这其中出口型两栖攻击舰虽然不是第一次在和外亮相 但是却是头一次在俄罗斯亮相 这是一种两万吨级的两栖攻击舰 整体多位和尺寸类似于国产071型船坞登陆舰 它用直通甲板设计 一共拥有四个直升机起降点 至于舰导部分也和目前国内主流作战舰品上层设计类似 整体外型简洁流畅 颇有点欧洲特色 由于资料有限目前还无法确定其动力系统采用何种装置 不过从目前国内技术来看 无论是裁油机还是燃气轮机 我们都有现成产品 甚至是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所采用的综合电力推进 我们同样拥有技术优势 因此 总体来说这一出口型两栖攻击舰的总体性能 和法国生产的明星产品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不相上下 在外这次在俄罗斯展出的模型上面 所搭载的直升机也非常有意思 在出口型两栖攻击舰的模型上搭载了两架 K-525装直升机和一架K-27舰载直升机的模型 这一细节也体现出装船工业的两苦用心 众所周知 2011年俄罗斯从法国订购了两艘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 然而 由于国际风云变换和美国方面的阻挠 法国拒绝向俄罗斯交付已经完工的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 最终这两艘成在俄罗斯海军复兴梦的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 被转骂给了埃及方面 而这件事也成为了俄罗斯海军永远的痛 目前俄罗斯海军仅有若干搜775型坦克登陆舰 这是一种苏联时期一流的老式舰艇 而建造了十数年之久 一度停工的11711型坦克登陆舰 的首舰直到去年才开始海市 并且置底是一种5000吨级的坦克登陆舰 跟2万吨级的两栖攻击舰 有着偏要之别 因此目前的现实情况就是 俄罗斯海军两栖作战舰艇急需补充 俄罗斯也根本不具备建造大型两栖攻击舰的能力 而中国建造一艘2万吨级的两栖攻击舰 简直就是轻松自主 毕竟我们自用的3.7万吨级的两栖攻击舰 已经在街道当中 此外在结合模型上的各类俄式直升机 看来目前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面子问题了 至于另外展出的054A型护卫舰的出口型号也是含义过深 虽然在不久前经历了数年海市的22350型护卫舰 的首舰终于服役了 但是也并没有改变俄罗斯海之水面作战舰艇的困境 而计划给22350打下手的11356M型护卫舰俄罗斯自用版本 由于发动机断工 只等被迫取消建造计划 头两艘也被转满给了印度 而054A型护卫舰的最大特点就是性能成熟稳定 并且发动机可靠成熟 而即将建造的054B型护卫舰的动力系统 更是将达到国际顶尖水准 这次054A型的模型并没有像之前在其他国际展览会上展出的内容 采用多功能像控制雷达的野生化修行版本 而是干脆直接将现有的054A型护卫舰做成模型来展出的原因在于 这次更加注重推销动力系统而不是舰艇本身 这次中船工业说 展示的舰艇型号 虽然无法代表国内最先进水平 但是几乎每一个型号都能出重俄罗斯同志的内心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 俄罗斯同志能不能开窍 就得看他们自己了 感谢观看